昨天有个小伙伴说他产姥姥包的酸菜馅饺子了 我想他一定有很温暖的回忆 对于我来说,酸菜饺子也是特别的存在 小时候家里有人远道而归,奶奶会包饺子 有人即将出远门,他还是会包饺子 小小的饺子里,有奶奶无尽的担心,惦念和期盼 记得有一次放假回家,奶奶高兴的去街里买菜 我放心不下,不能去赢 远远地看见一个瘦弱的身影 身前一个带子在笨拙地摇曳 走近一看,鼻子一阵酸楚 奶奶把装着猪肉和酸菜的两个带子系在一起 一前一后,搭在肩膀上 勾搂的身体前面,带子随身体摆动而摇晃 身后的带子实实在在地贴在他弧形的背上 看见我,奶奶笑着说 你去看电视吧,一伙吃酸菜饺子 奶奶的故事一分钟讲不完 或许等我做了奶奶,我还能历历在目 天上的奶奶,你过得好吗? 我很好,就是有点馋你包的饺子了